因為剛剛輝文兄有講到說 你們怎麼沒有衝進去 沒有他剛剛有說就是不要找民眾黨合作 但我其實認真說我覺得還是可以找民眾黨合作 雖然其實包含在高雄市長的補選這局 親民黨表示 最後白藍的合作是破局的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最後也自己尋找到了我們的一個人選 但必須講的是其實民眾黨在任何的議題合作上面 我們都希望是比較就事論事 我們並不是說因為是綠的我就不理你 或是你是藍的或是你是時代力量黃的我才去理你 其實並沒有我們還是一個比較理性 然後想去看待這件事情 再去尋求說到底哪一些黨派或是哪一些事件 我們民眾黨是可以合作的 所以我們希望其他黨派同樣可以用這樣子一個比較理性的思維邏輯來進行合作這件事情 我們線上很多網友在看 有網友在看 各位網友先按讚跟分享 然後我問大家一個問題我不要講答案 有一個政客講說 台灣的女生都不化妝 上街嚇人 這誰講的 這誰講的 你們講的 他們黨主席 他們黨主席 柯文哲 新的歧視 歧視非常嚴重 然後他說陳菊是比較胖的韓國瑜 你接受嗎 然後蔡英文是比較會考試的韓國瑜 你這樣講的招待 當初民進黨跟柯文哲合作我想取出他預言最清楚的 2014他是怎麼用我們就丟的 開始潰上去 這我們政壇裡面把陳菊罵得最難聽最難堪的人是誰 不是國民黨不是江啟臣 也不是後來就是柯文哲 所以摩摩 因為他是想要利用你 大家如果這麼輕易的上了民眾黨的檔 那我也有話可說的 好我回應一下輝文哥 因為我說老實話 性別歧視這個議題呢 雖然柯文哲其實有時候他在講話 他可能有時候自以為幽默風趣 或是他以前在醫院的時候 他在當醫生那麼長的時間 他可能跟護士之間的一些對談 他們已經是覺得非常非常的正常 他沒有覺得說這樣說有什麼不對 這並不是說性別歧視 其實是他自己覺得說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你今天幹嘛化妝呢 你也有化妝啊 大家會有不同的一個觀感 但我必須要講他在他自己的家裡面 他非常的尊重佩琪夫人 所以其實我認為說你在 這跟他跟他媽媽太太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這樣講是不合邏輯的 這是兩回事啦 保證 你的邏輯要再調一下 你知道說你可能在講話層面 當然你可以再稍微修飾一下 這件事情我們一直在跟柯文哲的市長說 請你講話的時候稍微再想一下 你不要再用以前那個醫院的那個邏輯 那個醫生的邏輯去講話 你用醫院的那個醫生邏輯 對財大的醫生很不公平 不是每個財大的醫生都這樣 在心別歧視的這個相關的論述上面 他其實已經比較少這樣子說話了 還是有 對對對 你們兩個現在突然 許舒嬅要聲音我 舒嬅要聲音我 現在不都是黃珊珊在做 現在因為她都躲起來了 她就是當民眾黨當主席 她沒有要當台北市長 所以現在的市長就是儲備幹部 就是黃珊珊在來 所以我們現在台北市政府 現在也然就是一個 競選的女性班 就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 我覺得不用在這個地方去硬拗說 有沒有歧視這件問題 剛剛那麼多的言論呈現出來 其實不是只有一個點 其實是累積下來的 然後你說 因為又扯到醫生 然後怎樣 我覺得你對醫生真的不公平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一個人有沒有尊重女性 從她講話的言語 直接的表達 你就知道有沒有尊重這件事 不是說你在家裡怕老婆 或者是你對老婆很好 你就是尊重女性 並不是 尊重女性是到處任何地方 你都要尊重女性 沒錯 那我覺得其實這是發自自己內心本能的 你有沒有這樣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就不用在這邊爭辯了 我覺得那是引擾 那包括說像兩性的問題 像這些同志 後來為什麼最近同志大遊行 在高雄舉辦的時候 同志的那個網頁 就是把那個柯文哲之前 要來支持同志的這段影片 下架下來 不讓他放 他認為說柯文哲並沒有去支持同志 他們甚至對同志有一些貶義的一個態度 所以後來毅然決然就把他的影片下架了 我覺得大家都看得到有沒有尊重 尊不尊重兩性平權的問題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然後我也覺得不需要在這邊多做贅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號稱台灣的LBJ劉寶傑 大家好我是Claire Claire 到底今天有什麼重大新聞要發生呢 什麼事呢 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雅虎TV的小明星大會 已經上公開頻道了 有些什麼該注意的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記得要去YouTube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真的假的 真的 太好了 開啟小鈴鐺